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指纹的特性这当然要背 这很简单 人各不同 各指不同 永久不变 永久不变 然后触物留痕 短期不灭 损而复生 就人各不同 而且各指不一样 就是指纹之所以有它的意义 就是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而且每一个指头基本上也不一样 另外它是永久不会改变 刚刚我们讲的从小到大 它只是会长大而已 但是它不会改变 从小到大它只是会长大 但是不会改变 就是永久不变 另外触物留痕 就是摸到东西它会留下纹路 因为什么 因为有汗衣的代谢 触物留痕摸到东西它会留下纹路 因为有汗衣的代谢 短期不灭 短期它不会消失 但是刚刚讲过 跟你的物质的条件环境有关 这个短期期到什么期限 这个目前还没有定论 但是吸水性一般会比不吸水性 流存时间久 吸水性会比不吸水性流存时间久 那短期不灭 这个期限目前还没有定论 还没有定论 那跟物质本身的特性 还有环境的状况是有关 损而不深 就是你有一些脱皮等等 自然的一些皮肤脱落的 它可以损而不深 但是你用刀子 气血呢 气血呢 然后来戳伤它 磨损它的话 它这个伤势呢 就会变成一个Scar 就是变成一个伤痕 疤痕呢 会变成拔痕 这个就变成你永久性的特征 那如果单纯的脱皮 这简单的一些皮肤病等等 它是可以回复原来的状态 损而不深 那这几个原则 非常容易了解跟解释 但需要留意呢 如果考生论题的时候 有时候 没有办法呢 将这些原则写出来 并将做解释 你最好写一下 这些原则指 为呢 指文呢 作为鉴定跟人生鉴别的基础 所以 记忆的时候呢 朝这两个方向去记 那自然呢 就会有一些细项的 这些产生 那这个几个原则非常容易 这个几个原则是非常容易 几个原则非常容易了解跟解释 但需要留意呢 需要留意 如果考生论题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将这些原则 就是呢 融入在里面 有没有办法将这些原则写出来 并将呢 这个融入在题目里面做解释 如果是 考指纹相关的深论题的话 这些原则 均是呢 指纹作为鉴定跟人生鉴别的基础 这些原则 就是指纹为什么 它非常重要的见识项目 这些原则呢 均是指纹 这些原则均为指纹 可以作为鉴定人生鉴别 鉴定跟人生鉴别 鉴定跟人生鉴别非常重要的基础 所以呢记忆的时候呢 朝这两个方向去记 记忆的时候呢 朝这两个方向去记 那自然呢 就记忆的时候 朝这两大的方向 鉴定跟人生鉴别 人不一样 如果你都一样 百分比高的话 那就 那就没有区别的 这个意义了嘛 所以鉴定 跟人生鉴别为基础 所以记忆的时候 记忆的时候朝这两个方向去想 自然会将所有的细项 慢慢的你就会写出来 好 那指纹的功能 指纹呢 指纹的功能呢 基本上指纹到底做什么用 指纹呢到底做什么用 基本上呢 指纹呢 比如说我们很快的了解 灾难事件或无名师身份的确认 大的灾难等等 或者是说呢 无名师身份的确认 这指纹 冒名顶替或身份的查核 有人说他是抹甲 那你就把指纹调出来 纳意呢 这个嫌犯的指纹来比对 就知道了嘛 冒名顶替身份的查核 入导病患或 这个 走失者 名字身份的确定 譬如说呢 有一些老年的这个 因为呢 这个老年痴呆 然后呢 入导病人 他身份他讲不出来 因为有一些老年的呆滞的现象 这种身份的确认 涉及个人权益 身份的证明 所以呢 早期在刑案侦办的时候画压 所谓画呢 基本上因为可能不会写字 所以呢 你就画一个图形 压就是纳意你的这个指掌纹 就是整个手掌画压 压上去 所以早期就是知道这个指纹呢 基本上不一样 所以作为你的个人身份呢 这个个人权益呢 这个身份的这个鉴别 另外安全系统身份的鉴别 识别 就是说门禁 门禁呢 你这个门禁 现在也用指纹来做辨识的 门禁的安全系统身份的辨别 文件上面呢 纳印指纹跟身份的确认 在很多合约处等等 有时候你忘了带印章 你可以用指纹来代替 因为指纹比印章更有证明力 印章还可能被偷盖 指纹没有 不太可能被偷盖 除非你的指头被剁下来了 基本上这个是文件上面纳印的指纹者 这个身份的确认 合约是不是你签名了 你说好你不会签名 那盖指印 是不是你盖的 那出入境的移民的管制 像出入境 哪一个人入境出境等等 你只要按个指纹 马上可以做辨识 出入境或移民的管制 就是指纹很容易做辨识 另外呢在选举名册上代替盖章 选举名册呢各位都选举过 上面你都没有带印章 带那个就是用代替印章来使用 外劳或特定人士的管制 外劳跟我们这个像那个久前科者 以前呢是还可以纳印那个易南 后来呢易南也不能纳印了 以前可以纳印易南 后来易南也不能纳印了 所以只有纳印一些出入境 进来的外劳或是呢特定人士 就是有前科者 他们的一些指纹的比对跟管制 侦查中使者身份清查 跟嫌犯身份的比对 到底呢使者 使者是谁 还有嫌犯是谁 使者身份的清查 嫌犯身份的清查 都是靠指纹 刑案现场重建 那你从指纹呢 看他的这个指纹的位置 还有呢高度形态 还有身份的查核 查了以后 再来进行呢 整个现场的重建 那指纹当然也是 参考的项目之一 项目之一 那这边呢均为人身鉴别的功用 所以呢考生论题的时候 思考方向就以哪些系统跟工作 需要用到身份鉴别 就会使用到指纹辨识 这个考试的时候是考生论题 说指纹有什么功用 那你就从呢 这个是人身鉴别 人身鉴别的功用呢 所以考生论题的思考方向就可以 以那些系统或工作呢 需要用到身份鉴别的 我们就可以呢使用这个指纹辨识 这个考的几率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 基本上就是身份 人身的鉴别嘛 好指纹的功能灾难事件或无名师身份的确认 有无名师或大型的灾难呢 指纹是一个很好的辨识工具 因为人各不同 冒名顶替身份的查核 有人说他是抹假抹蚁 你只要把他的指纹调出来 跟抹假抹蚁来比对 那现在都输入电脑了 现在都输入电脑 你冒名顶替的身份很容易就被抓出来 还有你冒名顶替你到底是谁 也可以从指纹来进一个做一个厘清 入导病患或迷失者身份的确认 就走失的 走失的 所以走失的有一些智能上面的问题 或入导病人或是智能有问题 或是老年失智 老年失智这些迷失者身份的确认 涉及个人权益身份的证明 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申请书 或是某些领据 领款证明等等 就涉及到个人权益 我要证明我的身份 涉及个人权益的身份的证明 基本上指纹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指纹发现比印章还好用 另外安全系统身份的查核 像门禁公司的出入境等等 门禁管制 相关重要机关的出入境 都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指纹输进去 然后呢这个系统就可以做指纹安全的 指纹的辨识身份的确认 做一些安全的管控 文件上面纳应指纹者身份的确认 像早期呢 早期在发生刑案在问案的时候 早期呢这个在那个法庭审判 包公那个时代的话 或是早期呢在雅府呢审案的时候呢 等到呢讯问完 这个讯论当然就是一个征讯 征讯完之后相关的笔录 要请当事人来认签 认签或是你相关的一些合约书 相关的合约书啊等等 所以文件上面我们有纳应指纹 纳应指纹那以前叫画鸭 画是签名但不见的人会写 所以就可以就可以画一个辨识图形 那签画鸭呢鸭就什么 鸭就是纳应指掌文 指掌文 所以呢文件上面纳应 文件上面纳应的一个指纹身份的确认 纳应指纹身份的确认 到底是不是你来认可 画鸭的 基本上指纹是一个很好的身份辨识 身份的确认的一个工具 的一个工具 你纳的指纹到底是不是你 那这个文件是不是你确认的 所以呢文件有的伪造 签名也可能伪造 盖章也有可能伪造 但是呢指纹比较不容易伪造 不容易伪造 那出入境或移民的管制 出入境进出 所以呢现在你快速通关呢 很多都是用指纹面貌的比对 快速通关 你出入境或移民 移民进来的时候 他都会呢做指纹的纳应 做一个资料建栏跟管控 还有呢选举名册 上面代替印章的作用 有时候前一阵子我们国内的选举 那选举的时候呢 这个选举名册上你忘了带 你忘了带印章 你就可以呢用指纹 选举名册上用指纹来代替 外劳或特定人事的管制 你为了有管制的需求 进来的外劳 他到哪里去 万一呢他有逃逸抓到的时候 这个外劳到底是谁 像这些都可以呢透过指纹的部分 来进行相关的这些管制 所以呢外劳或特定人事 某些重要的人事 重要的人事 那那个在国内呢是前科 就是作奸犯案者 犯案者基本上都可以纳指纹 那有一些是因为国安系统 国安的管控等等呢 特定人事的这些指纹纳应呢 就可以做一个管制 那侦察中使者身份的侵察跟嫌犯 身份的比对 因为指纹呢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 一个身份识别的一个方法 一个工具 所以呢侦察中对使者清查 还有嫌犯有没有到达现场 那现场采到的指纹排除之后 到底是谁 嫌犯身份的比对 使者身份的清查 那当然这些呢指纹遗留的位置 还有呢他的高度形态等等 也可以构成我们现场重建的元素 就是你那个指纹怎么遗留 他的身份在哪里 他的位置是在哪里 在胸刀或是在扶手或是在哪里 大致可以推论他经过那个地方 还是做了犯案的行为等等 像这些呢我们就 可以当做呢现场重建的一个元素 当然现场重建不单是指纹 还有DNA还有其他的现场采证相关的激震 形态性的激震很多的激震 另外呢还有相关的侦察 相关的法医相验的结果 侦察所得 录影带目击者等等 这些所有还有实验室的分析鉴定 你现场采证到的东西你要送实验室 实验室的分析鉴定等等 这些都是刑案现场重建的非常重要的要素 其他呢可以用指纹来证明的相关的事项 就是其他 这边呢主要左边主要是人身鉴别 人身识别 左边呢主要均是人身识别 或人身鉴别的功用 所以呢考生问题的时候思考方向 就可以呢以哪些系统或工作呢 需要用到身份识别 他就会使用到指纹鉴释 所以考生问题的时候 因为这边就是这里所提到的 大概都是人身识别 人身识别的功用 所以考生问题的时候 思考的方向呢就是以这个系统 或是以哪些系统或工作 思考方向就是以哪些系统或工作 可以用到的身份 身份的鉴别 那就会使用到指纹的辨识的一些技术 好再过来呢进入到呢我们指纹的分类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纹的分类 那指纹分类呢考的机会还是有 但不会很多了 不过我们学指纹的最基本的 指纹的分类呢你要了解 三大类八种文型 基本上呢三大类八种文型 这个每两年几乎会考一次 然后英文也背一下 英文也背一下 主要呢是三大类八文型 三大类八文型 这两年几乎都会考一次 两年考一次 所以呢英文有时候呢也要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他总共呢三大类八文型 三大类哪三大类呢 弧型类 机型类 斗型类 弧型类 机型类 斗型类 然后呢八文型的斗囊 雙 机型就正肌 反肌 陡型类 斗囊 双肌 杂形 弧型纹 脏型纹 还有机型正肌 反肌 斗型类就斗囊 双肌 杂形 这八大类指纹的类别呢 物的要背诵 因为这是基本题 也就是呢 此类的题目呢最没有争议的 出题者撰写的参考答案 也不需要担心 考试会提出题目的事宜 出题 撰写的参考答案呢 也不需要担心考生会提出 这个意义或题目的事宜 那非常容易变成 选择题的基本题型的内容 所以因为你学指纹 不知道指纹分类呢 这个个人觉得会有缺憾 会有缺憾 所以呢这个八大类 三大类八文型呢 他是务必要了解 要背 可以的话背诵起来 这是基本题 也就是呢 这类的题目 这类的题目最无争议 出题者撰写的参考答案 也不需要担心呢 考试会提出呢 事宜或是抗辩 或是有意义 出题者撰写的参考答案 出题者他所写的参考答案 也不需要担心 考生呢 会提出题目的事宜或意义 他非常容易呢 因此 他非常容易呢 就变成 选择题的基本题型 选择题的基本题型 参考答案 三接参考答案 这个指纹的八大文型 配合呢 另外 我们有推荐的一本书 就刑案现场处理与彩政 刑案现场处理与彩政呢 我有请 这个班上呢 能够 买这个书来送给大家 刑案现场处理与彩政 里面的图表 那再次的记忆呢 背诵一次呢 就会增加一些印象 文型的辨识呢 并不是见识特考才会考 一般刑事特考也会考 主要在刑案现场中呢 常必须快速的用文型 快速的用文型 来显现 来判别 显现的是否是被害者的指纹 还是 跟嫌犯的指纹呢 有没有类同 再进一步的做 确认的比对 一般 这个指纹文型呢 也配合呢 也配合老师呢 推荐有一本黄皮书 就是呢 刑案现场处理彩政 里面的图表 那这本书呢 我有请这个班上呢 就是 能够 能够购买呢 然后送给大家 那再次的记忆呢 再次 再次的记忆 背诵一次呢 我们就会增加一些印象 指纹辨识呢 并非见识特考才会考 指纹辨识 指纹辨识 不是 指纹辨识 不是见识特考才会考 有时候刑事特考也会考 刑事三等 刑事特考也会考 主要在于刑案现场之中 主要在刑案现场之中 常必须呢 快速的用文型 判别呢 来显现是否是被害者的指纹 或可能是嫌犯的指纹 我们必须快速 快速的用文型来显现 辨别 是不是呢 被害者的指纹 或是 嫌犯的指纹 OK 那这个三大类呢 就是 弧形类 畸形类 斗形类 这个词是 大致的文型显现 大致的文型显现 这个就是弧形类 各位看了 弧形类好像波浪一样 好像波浪一样 基本上这是弧形类 G形类你看还有一个U-turn 回转的U-turn 像本机一样 回转的U-turn 像本机一样 这属于G形类 斗形类就像螺纹 里面有那个田螺 背部呢 田螺那个螺纹 这个就称为斗形类 大概你了解一下 大概了解一下 那弧杖呢 正机反机 这个基本上我简单说明了 弧形类就像波浪一样 波浪一样 然后呢它的角度 它的角度呢 基本上呢 会大于90度 大概它的角度 会大于90度 藏形类是中间有支撑 它的角度会小于90度 弧形呢 弧形的夹角 弧形的夹角呢 藏形类它会小于90度 那中间有一个支撑 你看中间有一个突起的支撑 这个叫藏形文 那正机板机呢 就牵扯到机型文 等一下说明机型文的判别 机型文的判别 像本机 本机像我们称为U-turn U型的回转线 U型的回转线 U-turn U-turn 这个称为机型文 然后呢有一个三角 有一个三角 那正机行文呢 右手向右 左手向左的叫正机 右手向左 左手向右的叫反机 指的是纳印出来的 纳印出来的 右手向右 左手向左 就成为正机 纳印出来的 右手向左 左手向右 就成为反机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这个如果在 右手的话它就是反机 右手的话就是反机 这个就是 在右手向右 向右的话它就是正机 左手 右手向左 它就是反机 另外斗形文呢像螺纹一样 螺纹一样 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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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是圈的 还有的是像螺纹 旋转的 这个称为斗形文 然后有两个三角 囊形文你跟他看一下呢 囊形文呢你会发现 他的外形很像机 但是呢内心呢 是斗形文的结构 好 这个呢 囊形文比较特别 你看呢 他的外形呢像机型文 他的外形呢像机型文 但是 外面 但是里面呢有这种螺纹的结构 螺纹的 而且有两个三角 这里一个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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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三角 所谓井囊妙计 井囊妙计 这是呢 这个囊的缩口 囊的缩口在这里 这个是囊井囊妙计 双击呢就是机型加机型 倒勾 或是呢平立 就是 就是 就是并排 倒勾呢或是并排的方式呢 就成为双击行文 你看 这个是机型文 这是一个机型文 那有两个机型文 倒勾 另外呢他有两个三角 因为呢一个机型文是一个三角 你看这个机型文都只有一个三角 这个机型文都是一个三角 那两个机型文倒勾 另外呢 他是两个三角 因为他是自己带来的三角 每一个机型文 本身就有一个三角 所以双击乘以二 就等于呢 两个机型线 但是 可以共用一边 两个机型线 以上可以共用一边 另外呢他的 这个左右呢 左右 这个 一样呢各有一个三角 因为一个机型文 是一个机型线加一个三角 两个机型文 就是两个机型线加三角 那再过来就是 都没有办法归类的 乱七八糟的 或是 除了弧行文外 任两种文型的组合 或是 有三个三角 基本上 都是列为扎行文 第一个没有办法分类 第二个 他是呢 这个 除了弧行文外 任两种文型的组合 像抖行文跟脏行文 然后抖行文跟双击行文 之类的 任两种文型的组合 或是有三个三角 你看这里有一个三角 这里一个三角 这里一个三角 三个三角 基本上 他就是属于扎行文 扎行文 考试前行考过 好 胡行文呢 他的外形 就好像公一样 公建的公 公一样呢 所以呢 又称为公行文 他的外形形状 你看呢 就好像一个公 射箭的公一样 所以呢 又称为公行文 所有的指纹文献呢 是由一端 流到另外一端 很平顺的 就像波浪一样 不会中途 转折回来 就是指呢 文献 由指纹的一端 流到一端 左向右 或右向左 然后呢 都像波浪一样 所有指纹的文献 由一端 流向另外一端 不会中途 再由一个道沟 转回来 夹角呢 一定大于90度 一般呢 胡行文 夹角呢 比较宽一点 比较 比较 比较胖一点 基本上他会大于90度 大于90度 然后藏行文呢 就是 他呢 一般呢 他的那个角度 胡行线的角度呢 会小于90度 就是 中心的文献 会形成特定的角度 可能是直角 或是锐角 另外呢 中心有一个支撑 你看呢 中心有隆起 结合交叉 峰合或短棒 等的结构的一个融线 就凸起了 就像我们盖 要露营的时候盖帐篷 露营的时候盖帐篷 那帐篷要能撑起来 就必须有一个支撑 同样的道理 因为你在露营的时候盖帐篷 那帐篷它不要让它垮掉 你要有一个竹竿木棍等等撑起来 这个就是呢 帐行纹基本的一个架构 所以你看右边呢 这个地方是不是像帐篷 中间有一个突起的东西 把它顶起来 把它顶起来 这个就称为帐行纹 帐行纹 所以呢 帐行纹它中心的文献 中心的文献可能 中心的文献可能 会形成特定的角度 那这个角度呢 有可能是直角 或锐角 基本上是小于90度 那中心呢 有隆起结合交叉 峰合或短棒 中心呢 中心的有隆起 有隆起 接合交叉 接合或交叉 接合交叉 峰合 接合交叉 隆起结合交叉 隆起结合交叉 峰合短棒 中心有隆起结合交叉 峰合的短棒的一个结构 基行纹行程的三要件中 在基行纹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基行纹成立行程的三个要件中 缺少任何一项就是障行纹 基行纹在成立行程的要件中 缺少任何一项的要件就是障行纹 另外基行纹呢 它的构成要件呢 有三个 三个 构成要件有三个 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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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呢 中心呢 至少有一条完整的基行线 你看这里有好几条 中心一定要有一条完整的基行线 所谓基行线呢 就是文献的流向 由一端开始经过中心 同一个方向绕回来 我们称为U-turn 就是文献的流向由一端开始 经过中心同一个方向回来 另外呢必须有一个 就是而且仅有一个三角为它的外端 什么叫三角这里有画出来 三角就是三条文献汇集的地方 三条不同方向的文献汇集的地方 你看起来这个就像河流的三角洲 三条不同方向的文献所汇集的地方 我们称为三角 当它的外面就是有中心 当然就要有外有内就有外 有三角跟内端画一条假想线 这个假想线至少会通过一条线以上 三角的内端 内端基本上我们是指文献的中心 当然还有如果是两条三条等等 它取舍的方法 其实不太一样 但是简单讲了 如果你这个取错了也无所谓 因为你一般画一条假想线画到三角 这里就画一条假想线画 它一定会通过文献 它一定会通过这个机型线 这个构成要件只是这样子 没有说要通过几条线 没有通过几条线 你看从这个内端就是线端 一直到三角 你看通过好多线 所以基本上它讲的是这样子 它的形状外形就像本机一样 一边封闭一边是开口的 那正机行纹呢 右手纳印开口向右的 左手纳印开口向左的 就正机 右手纳印之后呢开口向左 左手纳印之后开口向右的 叫反机 所以你看呢 中心至少有一条完整的机型线 至少一条 那这个不止一条 就是所谓机型线就是文献的流降有一端 开始到中心呢回转回来 成为U-turn 另外呢必须有一个 而且仅有一个三角为它的外端 这里面就牵扯到什么叫三角 三条文献汇集的区域 三条文献不同方向的文献汇集的区域 称为三角 那这个 机型线是在里面 那三角当然就它的外端 外端 由三角到内端画一条 假想线 所谓内端呢就是文献的最中心 最中心呢当然这里有一个点 如果没有点的话呢我们就取 这个 肌型线 肌型线的肌 肌头呢上面那个肩膀的部分 就是肌型线 这个肩膀 肩膀的部分 肌 这个肌头前面的肩膀的部分 我们称为肌肌 那肌肌画一条线呢画到中心 画一条线你看会通过好多条线 它的意思就是说 由三角到内端 内端我们现在这个 因为他们有一个文献 我们取一个点 到三角取一个点 画一条线 假想的没有这个线在 但是呢它至少会通过一条以上的线 想像呢就像一个本机一样 或是呢英文称为U-turn 这个本机呢一边封闭 另外一边是开口的 那正肌行纹呢是右手纳印之后 右手纳印开口向右 左手纳印开口向左 这称为正肌 那如果呢反肌就是右手 纳印之后呢开口向左 左手纳印之后开口向右 这个又称为反肌 这个又称为反肌 好再过来是斗行纹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过来是斗行纹 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对吧 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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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